我現在是民進黨客家部的主任 其實我昨天也奉派出席今天的會議 因為我們原來是有邀請民進黨社運部的主任 他另外有其他的會議 所以就由我來代表民進黨中央黨部 來出席今天的這個活動 我想我還是先完成我被賦予的任務 從2006年的3月10號的突破抗暴紀念日的遊行開始 民主進黨就一直是一個堅定的夥伴 那我們有很多的朋友 其實一方面在自己參與社運的道路上 跟這個一方面有我們各自的這個運動的任務上的分工 或是政黨上不同的身份 但是我們自己個人也一直都是台灣突破運動的堅定的參與者 我想從這樣的一個立場可以跟大家報告的是 為什麼我們要來支持跟聲援在台灣有這樣的一個活動 去年的314我們在台灣舉辦了這個聲援突破反侵略的這個大遊行 我們估計大概是2000多到3000之間的這樣的一個出席的人數 我們不知道全世界其他國家類似的遊行大概人數多少 但是大概我們可以斷言就像剛才達瓦對我來說是達瓦大使 所說的大概是華人世紀有史以來最多人參與的一次 那當然去年的背景很重要的是因為從前年開始的突破的這個首都拉薩事件 之後的一連串的大鎮壓 包括奧運前後對於突破的這個屠殺跟鎮壓 這樣的事件其實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結束 去年引起了台灣各界高度的關注 那我也注意到去年3月14號我們在拉薩鎮壓一週年 跟突破抗暴50週年的這個遊行裡面 非常多的台灣的社員團體都是第一次參與了我們的抗暴紀念日的遊行 這中間我看到有基督教的團體長老教會 有環境運動的朋友 有人群運動的朋友 有各個政黨的朋友 那麼可以說是台灣社會第一次廣泛的不同的領域的人 都參與了突破抗暴的今年的遊行 我們認為非常的有意義 因為去年不但是突破人民抗暴的50週年 其實也是1949年從中國大陸因為國共內戰而流亡台灣的大陸人士 大移民或是大流亡的60週年 事實上 從中國大陸的政治變動而成為流亡者的不僅僅是在印度跟全世界的十幾萬的突破人民 還包括了在全世界離散的我相信超過200萬的中國人民 同樣的這樣的一個離散流亡的經驗 難道不能讓華人世界對突破人的流亡有更多的理解跟同情和支持嗎 在台灣從去年非常諷刺的大流亡的50週年跟60週年的同時 台灣的政府開始跟中國展開了變相的兩岸協議 幾乎就是當年讓我們聯想到當年1959年前夕 突破的達賴喇嘛政府的代表到北京去跟中國簽訂的17條和平協議 17條和平協議簡單講也就是突破版的一國兩制 事實證明中國最後撕毀了這樣的一個協定 那麼從去年開始的這樣的一個談判到今年EGFA的協定 極有可能在民意強烈的反對之下黑箱作業之下 到現在沒有人知道進行到什麼地步 難道這個不足以讓我們感到恐怖嗎 所以我們認為參加51週年的突破抗暴紀念日的遊行 也是拉薩鎮壓三週年的遊行兩週年的遊行 其實不僅僅是聲音突破人民而已 我們認為其實還更代表了台灣人民對於侵略對於併吞 對於反壓迫的堅持對自由民主的追求跟堅持 我想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理由 我們不僅僅是站在一個第三者的立場 來看到突破對中國侵略的這樣的一個抗爭 我們更是以一個當事人的身份來看到強權跟弱者之間 這樣的一個不公平的歷史的過程 他難道能夠讓世人認為是應該的嗎 五十多年來 突破的議題已經成為全世界追求民主自由民族自決 追求基本人權的所有的人們 共同面對的一項課題 我常常在對瑞士的議題裡面會引述到說 美國的約翰甘乃迪總統 在鐵幕即將降下的前夕 飛進去西柏林 他跟柏林人說我是柏林人 因為當柏林要被鐵幕掩蓋的時候 他說自由是一個整體 只要有人還被奴隸 我們就不得自由 同樣的如果突破人民還在被壓迫中 如果突破人民還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飄盪的時候 我們又怎麼能夠認為我們能夠置身事外 我們是第三者 事實上我們不能再裝作我們是一個自由人 戰後以來台灣人民到現在 都是一個在外地的壓迫下 得不到自限權利的一群人 我們只能認為我們是真正的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所以我想在這樣的立場上 我們聲援突破人民 反侵略反壓迫反併吞 這樣的一個行動 事實上也正是追求台灣人自己的自由民主 跟人權 我想我們用這樣的一個心情 來呼籲台灣社會各界 能夠在3月14號的下午一點 我們到捷運中校復興站 站外的廣場來集合 我們一起來參加一年一度的 聲援突破反侵略的大遊行 我這裡要 接這個機會再次向大家說明 為什麼我們去年定定叫做 聲援突破反侵略的大遊行 因為3月14號 也就是中國政府通過 反國家分裂法的日子 那麼 當年民主進步黨執政的時候 行政院曾經依法通過了 把3月14號定為反侵略紀念日 馬政府上任之後 把這個國定紀念日當作不存在 事實上是違法的 除非他也用行政院會通過 廢除這個紀念日 所以我們也呼籲 行政院現在執政的政府 能夠在3月14號 反侵略紀念日這天 有一定的表示 即使不為突破 也要為台灣人民共同反侵略的 立場跟心聲有所表達 當然我們站在民間的立場 我們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們來參加 所以民主進步黨其實也已經 發出了一個信函 我們通知所有的黨員 台北縣市的所有的公職 能夠積極的熱烈的來參與 3月14號這場的大遊行 那麼今天晚上我們在自由廣場 有一個燭光的追悼的晚會 我們也呼籲愛好自由 追求和平 堅持正義的人們 一同來參加今天晚上的 這一場追思 我們懷念 當年曾經挺身而出 為自己民族國家的自由 而犧牲的這一群人 同時其實也就是表達我們自己 對自由民主堅定的信仰 謝謝 謝謝 社伯父 父家 聖南電已 birnit vara足濫 太子 平正靜 平正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